如果有买股票的话,你可以发现金分科技是个上市公司,你最早买他们的股票现在很赚了,因为这个股价涨得很高,是金分科技。 那么现在整个我们打板成河湖,这里是一个风口,是我们新疆一大风区,这里长年刮风,而且这里地势比较平寒,因此比较适合风力发电。 那么所以说在这里建有很多风机,包括山脚下,还有车子的左边这边也全部都在建,那么现在有一千多台风机的。 将来以后我们看到这些空地呢,密密麻麻的都会建成风力发电站,那么还有车子左边这里,翻过这个山,山的后面那一侧,突入翻机区,我们再往前走,还是风力发电站,风机,都是风机,那这些风机呢,全部都是由电脑控制的。 一会儿再往前走,就是右边这里,这里都是那个机房,他们的工作室,全都是电脑化控制,那风向呢,也是进行调节的。 他们还有这个风力发电,不是说风越大,差的电越多,而是要由这个适合风力发电的,叫每秒20米的风速,是最适合风力发电的。 那么风太大了,它也是不这样的风机,或者是今天的风特别小,再动不起来,这个风机也是停止的。 那么这个塔升,这个风力发电已经的塔升了,里面呢,都有这个梯子的,可以一直上到机头,可以一直上到这个机头上边。 当我们现在到的这个地方,这片树里,后面那边有湖,叫财沃布湖,这边呢,会经过一个湖叫财沃布湖,那么财沃布湖呢,是一个淡水湖,淡水湖,它呢,也是我们新疆唯一人物奉养河系的基地,新疆没有大海,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新疆了。 所以气候会非常干燥,新疆人,新疆这里没有海,也没有海鲜,但是新疆呢,这个地方财沃布湖,是唯一人物奉养河系的基地。 新疆的这个海鲜,比如说虾啊,螃蟹啊,还有鱼啊,全部都是淡水的。 啊,那个海鲜呢,都是从,海,呃,咸水的,对咸,我们这边叫水产了,对,不叫海鲜了,啊,我们这边水产的都是淡水的,啊,那个海鲜,海里面的都是空运过来的,啊,而且都是冷冻的,那个活都没有了,基本上,啊。 啊,那么,这个经过的是淡水湖,一会儿呢,再往前走,啊,马上我们经过下一个收费站,会出现一个咸水湖,啊,会出现一个咸水湖。 那么这个咸水湖呢,啊,在车子的右边叫盐湖,被称为中国的磁海,啊,因为人飘在上面是沉不下去的。 啊,你看,一个淡水湖,一个咸水湖,啊,相隔并不远,啊,相隔并不远,啊,但是呢,就是一个咸,一个淡,啊,而且这个咸水湖呢,它的盐的比重非常大,啊,盐比重非常大,啊,盐比重非常大。 呢,因为地势的原因,那个地方呢,天然形成了一个地瓦,啊,那个水呢,把所有的盐质呢,冲到了那个地方,啊,地形的原因,而且呢,在旁边呢,有很多盐洞,据说,盐湖的盐,是取之不尽,用之不完的,因此呢,在我们盐湖,啊,盐湖旁边呢,有一个盐湖化工厂,啊,盐湖化工厂呢,就是把盐湖里面的盐,啊,开采出来呢,送到里面去加工,加工成,食用盐, 工业,呃,用盐,还有一些洗涤用品,啊,洗涤用品,啊,洗涤用品,包括这边的这个,呃,很多优质盐,到出口周边国家,啊,那我们新疆呢,吃的是胡盐,没有海盐,啊,新疆吃胡盐比较多一些。